我看见这一天我觉得 嗯 这个21天半价活动值了 它本身成分列表并不长 但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你皮肤不需要的 刺激成分还有香料 哈喽大家我是穆迪 欢迎回来的频道 和我一起科学护肤 理性种草 奥特21天打折又来了 很多产品都是第一次出现的 包括我很喜欢的微电流美容仪 还有一些很火 都卖到断货的唇膏也是半价 不知道这次斯福兰会不会match折扣 如果有特别超值的 我会在我的instagram更新 开始之前我先推荐几个 我近期入到特别好用的首饰 我今天带的项链还有耳环 它们全部来自Gingiberry 很多的首饰如果工艺不好的话 我会过敏的 我皮肤非常敏感 那它们家是防敏 没有nickel没有镊 而耳环全部都是银制的 我最喜欢是星星的套组 像今天带的这个项链 还有星星和月亮 不对称的耳环设计 戴上非常活泼可爱 我超喜欢这个项链 它是一个半月牙的形状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十字 很简约 但又很有设计感 还有一款珍珠的choker也很好看 一圈珍珠 中间还有一个像绿宝石一样的吊坠 我耳朵上这个非常简约 符合我风和的U型耳坠 看起来是很有重量感的 但其实它非常轻 U型耳坠是非常百搭 很适合上班族 然后穿一个简单的西装 低调的那种气质妆容 第一周 Pich and Lily 我比较推荐乳酸精华 那它这个绿茶抗氧化面霜呢 前面的成分还不错 像烟纤胺抗氧化成分都有添加 但是它的色素防护剂 在它成分类表的中间 然后后面添加了很多 你皮肤不需要的柑橘类的提取 可能会带来过敏 涂上有可能会有点Burning 有点痒痒的 烧烧的 反而它的乳酸精华 算是比较温和的 那乳酸是比柑纯酸 要更加适合亚洲人 容易反黑的皮肤 Lactate Acid 可以促进胶胺蛋白 糖聚糖胺的合成 让皮肤更加有饱水力 是唯一一个 给你去角质的同时 还可以补水的 它可以让真皮层 释放出更多的透明质酸 这款乳酸精华做的也非常好 成分来说都是还不错的 Mac Paint Pot 这是一个老网红了 好像十年二十年前 就有很多人在说它 这个打底涂上以后 再涂其他的眼粉 可以让它纹丝不动一整天 我也很推荐 Vintage Selection这个颜色 是有点粉棕色 非常温柔 单擦和当打底都可以 Elamus的胶原蛋白海洋面霜 那这款保湿力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它也是不适合敏感皮 因为最后的四分之一吧 全部都是香料 而且它frequency也是在很提前 就是那些提取物 在之后 frequency在更前 它单价有92刀 比它好用的面霜太多了 开架轻轻松松的可以找到 更保湿更修复你的皮肤屏障的 Elizabeth Arden的金胶 它很适合妈妈们用 已经出现皱纹了 皮肤比较干 不太出油的人使用的 它里面除了神经鲜 还有椰子油的添加 卵磷脂 亚麻油 绞杀丸 这些都比较适合你皮肤不太长痘的人 抚平细纹的能力很好 但更适合偏大的年龄 这个Murad 传说中的肉毒杆菌 它里面添加了六生钛 护肤品接的肉毒杆菌了 它非常适合放在你的动态纹 比如你的额头啊 鱼尾纹啊 细节处点涂用的 它还有药囊素 海藻糖等的保湿成分 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好吸收 非常的creamy 你可以在你面霜之前 在你的精华之后用它 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半价了 非常推荐 哦 非常好的彩妆 ABH的眉胶 透明的 还有有色的 这是必买的 非常自然给你刷出 好看的眉型 一般medium brown 还有头发的颜色 都很适合亚洲人 尤其你染过发色的 那种深棕色的头发 3月28号 周六有超级多的惊喜 我看见这一天 我觉得 嗯 这个21天 半价活动值了 BENIFE的新款腮红 全部都是半价 旧款腮红 是我的最爱最爱 新款像那个粉色呀 还有橘色 那几款热卖的 都很好看 还有peaching 它们家原来的版本 是不太显色的那种 至少我买的那几款 是比较自然的吧 我准备试一下这新的 然后 Oh my god New Face Mini 半价了 同志们 史低价 绝无仅有 像我的旧版 现在已经不太用了 因为之前我觉得 它功率不太够 新版我其实已经买过了 但我还没有太用 我之后会给大家 做专门的测评 那这款据说是 它是三个维度 帮你去提拉 消肿的 有浅层 中层 那中层也就是肌肉层 原来原版的那一层 然后还有 Deep Muscle 深层的帮你塑造 面部的轮廓 我非常期待 它给我带来的变化 我估计这个产品 是手慢无的 基本是上线了 可能就会卖光 大家一定要提前 驾好购物车 Beauty Blender也是半价 这个顺便可以 放进购物车 我刚用完 非常脏 它这个海绵的做工啊 你平替是很难替代的 你可以说 妆效差不太多 但就它这个做工和柔软度 海绵的质量 我是相信它有专利的 第二周 19号开始呢 它增加了一个app only 只能在手机才能下单的 这次我发现 是很多online的deal 要比店里的 才能用的那些 折扣来的更好 雅士丹带 Double Wear Foundation 第一次折扣 我没有想到这是第一次啊 我以为 半价都已经很多次了 因为是这种老网红 你会感觉它经常打折嘛 它竟然是第一次打折 原版非常适合混油机 你需要一天带妆带机的 也是曾经我想都不想拿起来用的粉底 ABH的枚细枚笔 说过无数次了 也是B屯的 它画出来的眉形 非常的自然 而且它极细嘛 你可以画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效果 下面要吐槽一个了 科研式的奇迹修护精华露 请叫它香精露 它本身成分列表并不长 但三分之二多 全部都是你皮肤不需要的 刺激成分还有香料 为什么会这样 Kiehl's我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 他们家后来出的A唇啊那些 非常的温和 然后抗皱能力又很出众的 但这款之前的这本 可以pass掉了 下面COSRX Master Patch 痘痘贴我是很推荐的哦 它非常适合你那种痘痘破了的 比如你白头破了的 然后里面还是有膿对吗 它可以帮你吸附那个膿 加速你伤口的愈合 然后它用的是 医学上人工皮的湿润疗法 贴上之后 你角质层里的水分就挥发不出去了 可以湿润你的细胞活性 让各种生长因子啊 还有有效成分可以更好的渗透 快速地解决你痘痘发炎的症状 但如果没有冒白头的那种红肿痘痘 你都看不见小点的那样的 就不用贴它了 贴了反而更闷痘 所以记得一定要是白头 是破的那种痘痘 才有效 New Stick 这款新的物理防晒 我没有用过耶 我看它的成分真的蛮好的 白色那款比较适合我的肤色 它有15%的Zinc Oxide 而且我特意看它不是防水的 可以天天用 因为防水的氧化芯 如果你用时间长了 我有闷痘的情况 那说到物理防晒 我近期用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用的 也是Alta买的 这个Good Molecules的 白色的物理防晒 它是SPF30 Sheer Mineral 氧化新有13.3% 日常用是完全足够了 它超级的轻薄 就像化学防晒一样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覆盖力 我现在基本每天在家工作的时候 或者我去接我孩子去公园 就是那种短期的户外啊 或者居家 我都用它 然后价格也是特别的良心 原价才要12刀吧 这次Alta打折 大家一定要加入购物车试一下 Bear Mineral Gen Nude 腮红 这款是KA妹的最爱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尝试啊 我这一定要买 我想入Call Me Blush 这款Movitone的 我基本所有腮红都是这种颜色 有点粉但是有点土色的那种 这种颜色特别适合当腮红修容的液体 基本刷在颧骨这一块啊 也连修容都省了 Ginzin SPF40 日霜 不推荐 香料它近年放在了成分列表的前三分之一 你看那个列表长到 不忍心再看下去 同类型的比它便宜很多 又非常好用的Alf Wild Glow 这款我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空瓶了 无香料 无色素 无酒精 用下一整瓶没有爆一颗斗 22号 厉害了 Foreal Bear的Mini竟然也半价了 如果不是Mini该多好 如果是原版的 那就是爆了 我估计会卖爆 我喜欢Foreal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震动的T-Sonic功能 帮你舒缓这个电流的刺激 那Mini的话 平常用也够 但是它就是有点小 那你可能更好的照顾到细节 比如法令纹啊 眼周啊 更适合用Mini 抢不到New Face的 可以来抢这个 微电流是每天早上都用的 雷打不动 尤其是让我上镜啊 消肿 提拉更必要了 我是觉得我坚持这么几年下来 脸没有太垮 如果你现在觉得坚持用下来 和前几年的状态差不多 证明它有效咯 因为你每一年其实你在衰老的嘛 但如果你觉得跟前一年差不太多 证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兰蔻的HCF精华 还有它们全线的这个Renergy 这一系列都是半价 我比较推荐的是精华和面霜 那眼霜 我不太能接受里面有变性酒精 那它们这个系列全部都是有变性酒精的 为了给你清爽的肤感 很好吸收的质地 但是这个精华我感觉还不错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高能量鲜鲜鲜鲜 还有维生素E 咖啡因等等的抗氧化剂 就肤感很好 然后坚持用下来是有提亮的效果的 面霜也是很轻薄 很水润 给你保湿力 但又不会油腻的 然后几个彩妆 Too Faced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非常的丰盈 非常的浓密 像我喜欢之前用睫毛打底嘛 刷上它那个睫毛绝了 假睫毛的即视感 但如果你不刷打底的话 它会有点塌哦 但我还是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它那个浓密的效果 Bobby Run这款唇蜜 是我之前的最爱 我之前有一个中样吧 完全用光了 是Free Spirit 白桃奶茶色 一个字嫩 它涂上不太会遮盖你的唇部 但是你嘴真的嘟嘟的 感觉特别的减零 是我用过醉醉不粘的唇蜜了 涂上就像润唇膏一样 你抿嘴也不会有任何的 黏腻啊或者拉丝啊都不会 然后Slow Jam这颜色 是一个葡萄红 也是很火的 不敢相信它们全部都是半价了 Otta这次也是大手笔啊 第三周 Mac定妆喷我非常推荐 我喜欢拿它在中午补妆的时候喷一下 然后用纸巾按压 再上你的防晒或者再上你的蜜粉 皮肤水润度一下就出来了 尤其去沙漠的天气去旅行的时候很好用 Tart by香果润唇膏 这款在YouTube超级火 欧美博主几乎人手一盒 不是一支了 这个润唇膏是非常油润的那种 我有试过它旧版的 唇油加上唇蜜的质地 而且它是管状的 在唇膏里面 还蛮神奇的 然后这次我想入手Peachy Beach这个颜色 蜜桃裸棕色 蛮气质的 然后平常就随便涂一涂啊 当润唇膏用也很好 没有想到它竟然半价了 Otta这次真的太良心了 不愧是现在 我感觉快要超过斯芙兰的美妆大佬 资生糖蓝胖子 我不推荐 美版的这款蓝胖子 非常的油 非常的腻 完全没法跟妆 身体用起来也会腻腻的 这种忽皮肤的感觉 SandyReady神经线保湿妆 我还蛮推荐的 神经线是我们皮肤天然的枝质 适合皮肤平常受损的 帮你恢复健康肌肤 维约素F呢 它又是神经线胺的组成部分 然后甜菜根还有红枣提取 也可以恢复皮肤的弹性 皮肤更加水润 那这款它的质地是 相对来说比较好吸收的 霜状但是不会油腻 它里面没有很多植物油的添加 你看到成分就知道 它绝对不是一款会焖豆的面霜 Derma Blend这款粉底液的低管 它的理念很好 想增加在你的面霜里面 当一个轻薄粉底液使用 可惜它的服贴度不高 跟很多防晒啊 面霜等等都会斑驳 你又不想单用嘛 单用会遮瑕力太高 看起来很厚重 虽然半价 但还是不推荐 Bobbi Brown的眼霜 Eye Base 这款面霜 眼霜真的是用心了啊 乳木果油 维约素C的衍生物 抗氧化露 棗类的提取 维约素B5 咖啡因 还有pholic acid 真的是enriched 帮你淡化细纹 修复你眼周的干燥的 Bobbi Brown家的那个面霜 也是非常的贴肤 用完它之后 你上妆都会很快 那这个眼霜也是一样 眼部也不容易卡粉了 31号是一个app only 雅诗兰带的细筋管烤红 第一次出现 这是李佳琪推荐过的 我记得333还有909 都超级火 是很正的棕橘调 然后333是枫叶红 很水润的质地 像唇膏与唇蜜的结合 今年好像都走这一个路线吧 亚光唇膏不那么火了 大家都喜欢水润感 风唇感的 BUSHA的绿茶乳液 这款非常适合油痘肌 绿茶可以减少你T恤的泛油 减少你痘痘引起的炎症 同时还帮助抗氧化 非常适合你长青春痘的人 完全不会担心 给皮肤任何负担的 成分也是没得说 一级吧 最后一天 真是说到最后一天了 兰蔻的睫毛膏 它非常适合亚洲人那种短小 不那么浓密的 因为它可以拉长的睫毛 它很鲜长 根根分明 不容易出苍蝇腿的 刷上有种精致感 但我之前用我感觉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卷翘的能力 还是需要打底膏的 最后一个老网红是Tart的遮瑕膏 这是中高遮瑕的鼻祖了 一说遮瑕膏大家都会想起它 我现在还是在用哦 当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体谅我的眼下呀 毛孔啊什么的全部都给遮住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色号 12N Fair Neutral 是有一点提亮的那种 我一般就用遮瑕膏 然后再铺个粉饼就出门了 粉底液我已经气用了 我觉得粉底液用量很大 然后也遮不住我什么瑕疵 尤其像我们容易出油的粉底液那种水光油光 我也不是很喜欢 好了最后的最后 不要忘记使用返利网 我会把连接都放在下面 然后还有每天 不是每天 是每周五和每周六 它都会出现surprise deal 惊喜的一些折扣 是当天你才会知道的 那些我都会放在我的Instagram 不要忘记去关注哦 我觉得特别值得 我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 拜